政治话题来聚焦台北市长柯文哲 每到周末几乎都会到各县市趴趴走 帮民众党拉台声量 只是这两天他没有带着夫人陈佩琪 结果陈佩琪又突袭发脸书了 说为了避免先生在市长下台以后 连医师都没得当 他会上网帮忙搜寻外科的教育课程 而且爆料说以前柯文哲都会推三组四 现在大概是有所觉悟都会乖乖去 是否代表着柯文哲认为 2024选总统可能有难度呢 柯文哲回应要当总统 也不能把专业给丢了 卖力复选柯文哲开金口唱歌 招牌歌曲坚持现在越唱越顺 不走音也能跟上拍子 每到周末柯文哲全台爬爬走 替民众党拉台声势 但复选行程老婆不在身边 陈佩琪再度脸书发文 但却是唱衰柯文哲 陈佩琪说最近疫情平稳 又开始上实体课程了 他还帮先生搜寻外科教育课程 不认真些搞不好市长下台之后 真的会失业 以前叫他去上都说没时间 现在大概有所觉悟了 都会乖乖去 有人喜欢算他准备要选总统一事 通常也会顺便把我骂进去 因为我帮他找课程 就是心里很清楚再怎么选也选不赢 XX党的 文章最后还特别写到 柯文哲没跟他说要去哪 报复手段就是写让他心惊胆跳的脸书 柯文哲四两拨千斤 看来还没放弃总统梦 但太太点出XX党亦有所指 柯文哲的欲言又止 看来太太突袭式发文 似乎也透露出他心里的话 记者统不得